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EleCrypto,如果你是订阅者,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如果你不是,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题目。 在我们开始这天,我只是先释保这篇并不是给你订阅的特别建议,我们所做的只是介绍最近介入师生的节目,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正在并订一种叫做Apollo Rebeats。 为什么,今天我们认识Apollo Rebeats是什么,是经理BUSD是幼稚的代币,你们可以买在这里。 然后呢,现在,为什么要订阅Apollo Rebeats? 第一个是Apollo Rebeats是一个项目,它当时又在补动比海洋和红注重可靠的价格。 上张需求,我们参加了一个代币和一个你可以放心加入的社区。 Apollo Rebeats代币在学学上时,在提高这个软名,搞成我有。 因为您的独自通过不断增加的掠动新式工具这个地形而收到把握。 然后呢,在这里,它是他们的体质。 现在,生态系统。Apollo Rebeats生态系统。 第一个是,倍分之二是用预美币交易,买入或买出,并在是有支支钱贡献。 第二个是,正在倍分之二的掠动新工具因已创造稳定的价格,并为是有支支包部分交易量。 第三个是,倍分之二的低优务美币交易,买入或买入,并直接发送到,开发团队填保。 第四个是,倍分之五的营销优务员一指示Apollo Rebeats失去的发展。 现在我们认识如何Rebeats工作。 所以,一种弹性供应代币,Apollo Rebeats代币需要负变机来减少代币的重工营源,以便随着时间的退役增加每个代币的价值。 这意味着您天保中的代币数量会随着时间的退役而减少,但每个代币的价值都会增加。 然后第二个是,相信一下您过美实质的倍分之二十五并级,以为之您的代币数量先将当然中枢的倍分比实现动的。 然后第三个是,您的独自价值不是以您拥有的代币数量来看来的。 请参与时间问题部分,以了解如何更重您的独自价值。 然后呢,我们现在如何好做Apollo Rebeats。 第一个是,凡然扩转换入了下载应用上市,并存在一个添堡。 第二个是,点击有上交的图交,并所有Apollo Rebeats如果答不存在减少, 移动的资格给云条预的领币。 在店铺点击物料方便的一台方,并将其更改为正量复制其门上的合约地址并将其放入合约地址并将其放入合约地址观众。 然后第三个是,国美必按Binance Martin,在新人钱包逐渐能点击智能链,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国美,是不是可能效益也是人生因事情。 装备或证明您上方的文章 第四部是叫国安Binance Martin为Apollo预定您的交易被清除并且您的TrustWallet上有Binance Martin, 请转到主屏幕底部的Dapps或iPhone或你们可以用,都有可以用。 然后呢,现在我们认识Apollo Rebase商机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Apollo Rebase代币? Apollo Rebase代币是一种降临在彼岸之门,联商的担心公民代币。 该代币是在通过属性代币来机构价格。 我如何追踪我的脱子价值,获取代币是指向市值。 但您身为Apollo Rebase代币是有知识,您将是有一定低落的时尚, 反而随着负贬值方向。您将保重的代币数量将减少, 但您拥有的重时尚,反而被返币永远不会改变。 然后呢,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电脑和Twitter。 在他们的Twitter,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有三百二十九人。 然后呢,在他们的Telegram,他们有三千五百三十八人。 所以,获取们,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希望下次见到你别忘了。 关注他们的电脑和Twitter,还有我们的希望你喜欢这个比论交购好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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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